小伙伴们注意看 在最新版本的弹仔岛禁区开放了 所有弹仔都沉浸在自由进出禁区的快乐中 可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要再开心了 不要再开心了 因为弹仔岛禁区的开放 让我们所有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好玩的道具 你们难道不好奇 所有玩家永远失去的 这两个好玩的道具 究竟是什么道具吗 首先来看 第一个我们所有玩家永远失去的道具 就是曾经老版本禁区门口的红色铁栅栏 如果你还记得红色铁栅栏 那么请为被删除的红色铁栅栏 道具点一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禁区门口的红色铁栅栏 曾经它分开了弹仔岛的主城区和禁区 它非常的坚硬不可撼动 当弹仔驾驶黄金赛车去撞它 都是不能把它撞开的 可是随着弹仔岛新版本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禁区开放了 禁区门口的红色铁栅栏 也用永远的离开了每一位玩家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弹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第二个所有玩家永远失去的道具 就是禁区中所停靠的蓝色赛车道具 小伙伴们 你们看它是启动状态 它就停靠在老版本 弹仔岛禁区的玻璃建筑物的前方 可是随着新版本的更新 我和学姐发现 玻璃建筑物的前方 已经没有蓝色赛车了 所以说 小伙伴们真的不要再开心禁区的开放了 因为我们所有玩家 永远失去了两个好玩的道具 你们知道了吗